第1621章 多眼魔 韩力三人一口气飞出了数百里远去 甚至在路上惊扰到了某个山头上栖息的一窝有黑飞鼠 这些魔兽体积大了十余倍 样子酷似松鼠 但背声一对对服役 同时口中獠牙壁露 显得凶恶异常 当然这等低尖魔兽 自然不会被韩力放在眼中 甚至不用韩力出手 闲闲就身上无数金芒骤起 暴风骤雨般的激舍而去 一下将这些魔化飞鼠身体打得千疮百孔 直接一命呜呼了 但是看到此幕 岳宗却没有露出什么喜色来 反而在向前飞行了一小端路程后 足下飞行法轮一停 冲其他二人轻叹了一口气 仙仙子 韩前辈 我们不用再向前飞行了 那只魔兽始终跟在后边 而且顿速也不慢 单凭我们现在速度 是无法甩开他的 你能肯定此事啊 清光一脸 韩力也从顿光中献出身形来 开口问道 同时脸上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异样 不会有错的 我虽然法力不高 但是在感应和追踪魔兽上 自问还是有些手段的 岳宗肯定地说道 仙仙听到此话 神色有些阴沉了 韩力则一时间沉默不语了 其实不用岳宗证实 他也很清楚在后面七八里远的地方 的确有一头魔兽紧追不放的 别看他神念无法放出如此远去 但是明清灵目望去 还是能洞穿魔器看到此兽模糊身影的 纵然此兽始终藏身下方黑色雾海中 并时不时地躲在山头下方 但楼房般的巨大身躯又如何能珍藏得无影无踪 经过刚才的一番试探 韩力针对岳宗这位魔兽猎人有些信心了 看来对方能多次安然进出魔晶山脉 是真有些本事的 难怪仙仙此女会一定要雇佣此人了 韩前辈 看来我们要想法布个圈套 将这名魔兽击杀了 仙仙望着韩力 谨慎地问了一句 布圈套 何必这么麻烦 既然此兽想打我们注意 过去将他杀了就是了 二位在这里等我片刻 韩力淡淡说道 忽然背后清白光芒一闪 一对晶莹的羽翅浮现而出 双翅只是轻轻一扇 顿时一声霹雳传来 韩力化为一道清白色电弧弹射而出 只是几个闪动后就一下到了数百丈外 在一声低沉雷鸣后 电光就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荆族女子和岳宗见此 有些震主了 韩前辈要一人去对付那头魔兽 虽然那头魔兽不可能是圣阶的 但是一些高阶魔兽的神通力还异常 甚至一般的同阶修炼者都远不是对手的 岳宗喃喃了一声 醒悟过来 但有些担心的样子 既然韩前辈如此自信 应该有把握吧 鲜鲜缓缓地说道 似乎对韩力颇有信心 岳宗听了这话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眉头仍然皱了一皱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几声轰隆隆的巨响 随之一声惊怒的大吼爆发而出 但是吼声马上一变 惨叫声大起 随之又嘎然而止 远处再次寂静无声起来 这种诡异的情形 让岳宗和仙仙不禁面面相去了 再过了片刻 在二人均都有些不安的等待中 远处空中灵光一闪 一道青红鸡事来 是韩前辈 岳宗一见顿光颜色 大松了一口气 但脸上表情却有一点怪异 仙仙这时没有说什么 只是目光闪动不定地望着远处射来的青红 破空声一响 几个闪动后 青红就到了二人头顶处 随之清光一脸 韩丽现行而出 岳道友看看 这是什么魔兽 样子有些奇特的 韩丽说完 一条手臂一挥 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带着一股血腥之风直抛而下 岳宗一惊 不加思索下 单手冲此物一点 顿时那东西在半空中滴溜溜一转下 就此悬浮在了那里 金族女子盲宁神望去 赫然是一颗魔兽的头颅 足有脸盘般大小 猛一看 毛茸茸的长着两只猿耳 酷似猿猴头颅 但往前面一望后 又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背后生寒不已 此头颅脸孔竟没有鼻嘴等东西 同样布满绒毛的脸颊上 赫然长着十几只张半壁的血红妖目 这些妖目大都瞳孔流血 并且目中满是惊恐之极的诡异表情 多眼魔 竟是此种魔兽 这种魔兽天生就精通迷惑射魂之术 即使在魔金山脉深处也是非常少见的 怪不得那些魔鸭会被驱使了 月宗一眼就认出了头颅的来历 骇然之下 又有些恍然了 多眼魔 我说此兽为何一开始就不停眨动这些怪眼 原来是打算冲我施展射魂之术 泽泽 对我施展此术 算是他不走运吧 韩丽黑黑一笑 不以为意地说道 不过前辈也真是了的 一去一回 几乎一展查时间不到 就将这只高阶多眼魔斩杀了 此兽不但精通迷魂之术 本身另外几种神通也诡异非常 即使比此兽高上一两阶的人碰上 也大胆头痛的 月宗神色仍然有些怪异地说道 是吗 这个我倒不知道 我根本没给他留出试展的时间 而且 这只魔兽法力 也不过介于上族七八阶之间 算不得多强大 韩丽却淡笑了起来 月宗听到此话 顿时有些无语了 多眼魔的名头 小妹倒是听说过一二的 听说此魔身上最珍惜的材料 就是这迷魂眼珠了 它们可是炼制定心阵神类法器的绝佳材料 可惜不是圣洁多眼魔的眼珠 否则的话 足可以用它们炼制出一件 接近灵宝的一宝了 仙仙忽然笑着说道 仙仙子开玩笑了 真碰到圣洁的多眼魔 我只能有多远跑多远去 哼 不管怎么说 韩某倒有几分眼力的 并未将这最重要的材料扔掉 倒是此兽尸体 坠到了魔器深处 不太好取了 韩力威然一笑道 既然这只多眼魔被收拾掉了 下边形成就安稳多了 不过 也幸亏前辈真将此魔兽解决掉 否则多眼魔最擅长驱使 和联合其他魔兽攻击对手 而且非常记仇 一旦被逃脱掉 可后患无穷的 不过 此地也不是久待之处 我们马上离开吧 刚才的一番争斗 别引来了其他的高阶魔兽 岳宗谨慎地说道 岳兄所说有理 韩前辈 我们上路吧 先先此女文言地赞同道 韩力也没有意义地点点头 袖跑往下边一抖 一片青霞席卷而过 魔兽头颅默然在清光中不见了 于是三人顿光再起 继续向前方飞行而走 韩力三人并不知道 就在他们刚刚离开此地小班日后 忽然一声尖鸣声 从另一方向处传来 接着一片黑色云雾 从高空滚滚而来 铺天盖地之下 顿时将方圆树里的天空 全都笼罩在了旗下 一声刺耳的尖鸣 从黑云中发出 黑云一阵剧烈翻滚 十几道血色光柱 漠然从云中一喷而下 一下寄在了下方的雾海中 只见光柱所过之处 黑色魔器竟纷纷地退避开来 随之光柱在下方一阵狂角后 数亩大的一片地方 数百丈深的黑色魔器 竟然全都被一清而空 露出了下方 一只无头的怪异魔兽尸体 此尸体下半身 仿佛一条绿色巨蟒 上半身却又似蜥蜴之身 一大一小两对手 毕生在身体两侧 手指前端有碧绿色的指甲 锋利异常 一见此魔兽尸体 空中的黑云中 一声悲痛欲绝的尖鸣声 再次响起 声音犹如鬼气一般凄厉 是谁 谁杀的我 我要将它碎尸万段 恋魂抽破 声音虽然难听异常 但能听出来 是一个苍老的老者声音 九夜 武器 马上找到取走 我头颅之人的踪迹 我们马上追过去 将它们一点点地吞吃了 老者凶神恶煞地大声道 是 遵命 一男一女 两个陌生的声音 也从黑云中传出 随即黑云一分 从里面飞出 一银一红两团光球来 里面盈盈有两道影子 一闪下 就到了下面的无头尸体处 顿光一脸 现出两个半人半瘦的怪物来 一人投生一对乌黑巨角 绑大腰圆 身披一件黑色铁甲 上半身和普通人族一般无二 但是两条腿却是瘦腿 半弯着 并长满了乌黑硬毛 另一名女子却身材小巧 面若桃花 只是双眼闭绿 两耳尖尖 同时臀部拖着一条 狸毛般的黄色细尾 二者方一落地 先围着尸体转了几圈 片刻后 男子口中一吼 一张口 喷出一道乌光来 一闪即逝地没入尸体中 随之男子头上 巨大黑角光芒一闪 一下泛起一层幽光出来 只见那尸体突然一颤 随之一团灰气 被一团乌光包裹住 徐徐地从尸体中浮出来 然后一个闪动后 化为一只暗淡无比的影子 呆呆地漂浮在尸体上方 一动不动 这时 那名女子的鼻子 微臭地嗅了几下 双目一眯下 突然腾空而起 在附近空中 四下乱飞地盘旋了起来 找到了 杀死少主的 应该只有一个人 但是附近 还有其他两个外来人的气息 看来 即使和少主的死没有关系 也应该是男人的同伴 女子突然身形一停 冲上方恭敬地说道 第1622章 魔影肆虐 很好 你能找出那人的去处吗 苍老声音冷冷问道 当然可以 这几人虽然施展功法 遮蔽了身上灵力 但在附近 魔气弥漫情况下 外来人气息 根本无法彻底掩饰掉的 那人朝那个方向去了 不过气息已经非常淡了 他们应该走了一段时间了 而且因为高空魔气流动太快 属下没有把握 真的沿着此方向 追上这几人 女子老实地说道 哼 如此没用 老者一听这话 一下恼怒起来 而女子却只是无奈地束手而立 这时 地面上的另外一名巨角男子 也腾空飞起 几个闪动后 就到了女子旁边 冲高空深湿一里后 说道 骑兵主人 我已经从少主体内提出了残魂 并用秘术还原了凶手模样 放出来 给我看看 老者森然地一声吩咐 巨角男子应了一声 锈跑一抖 顿时一团灰气和黑光 交织缠绕的光球 一飞而出 一个盘旋后 悬浮在男子头顶处不动了 而男子两手掐绝 对准头上光球 一道道法绝弹出 扑斥一声后 光球暴力而开 一副暗淡异常的半身人影符 陷在了虚空中 那人一身轻袍 身上金光灿灿 面容普通 七眉宇间乌光闪动后 有一颗漆黑眼珠 眼珠只是微微一动 表面就黑芒流转不定 显得诡异异常 此人影自然正是寒烈 只不过出现几个呼吸间功夫 就爆裂消散了 破灭伐木 好 很好 看来肯定是这人不假了 也只有破灭伐木地 静置空间神通 才能破掉碗的 顺移逃生之路 我们马上出发 老者一看清楚 韩丽眉宇间的第三只眼珠后 顿时咬牙切齿地说道 数数下无礼 大人打算亲自去追杀这人吗 聚角男子闻言犹豫了一下 并问了一句 怎么 你觉得我的命令 有何不清楚的地方吗 老者声音阴沉异常 属下不敢 但主人难道忘了这次出关的缘由 圣祖大人分身就要借助 这一次的魔气爆发 即将彻底苏醒过来 万一主人过去迟了 被铁魔他们 在圣祖大人面前进了谗言 恐怕大人会有麻烦的 聚角男子迟疑了一下 说道 哼 铁魔 老者一声冷哼 虽然仿佛不屑的样子 但明显迟疑了起来 这样吧 九夜 你擅长追踪隐匿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给我找到这几个人 并且给我跟劳他们 而我先去供应圣祖大人的出关 事后再会和你 替我报仇 若是我找来时 你还未找到这几个人 有什么下场 你应该很清楚吧 老者殷勤不定了好一会儿后 才不甘地决定道 遵命 女子脸色一变 但立刻低手答应道 武器 我们走吧 老者不再和女子说什么 直接吩咐聚角男子一声 随之一只布满青色鳞片大手 从云中探出 只是一闪 就不知怎么地 将下方雾海中蚕食一把抓出 并闪电般缩回了云中 是 主人 聚角男子恭敬地答应一声 也化为一团红光飞出 一闪 即逝的末路黑云中 接着黑云中 轰隆隆之声传出后 飞快地向另一方向滚滚而去 转眼间 此地就只剩下那名 奸耳女子一人了 当远处黑云 最终在天空尽头处消失的 无影无踪后 这名女子身后 毛茸茸细微一卷 抬起了手来 此女带眉紧锁 显然觉得 老者的命令极为棘手 但最终她轻叹了一口气 目光四下一扫后 确认好了方向 就身形移动 一下化为一道荧光飞射而走 但是荧光方顿出百余杖后 突然灵光一颤 顿光开始变得模糊暗淡起来 最后一闪下 荧光就彻底消失在了空中 摩金山脉另一地方 一名化神和一名炼虚异族人 正在低空中缓缓飞行着 在二者手中 各托着一个巴掌大法盘 不时地走走停停 注视着法盘上的各种反应 已经好几天 那知仙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王氏说 我们是不是找错方向了 那名化神修为 三十多岁的青年 忍不住向另一个人问道 我的补挂之术 虽然不能说百算百中 但是起码有五分之一的准确率 一连算不了数次 都是指向此方向没错的 另一名面荣枯寿的中年人 却只是注视着手中法盘 并头也不抬地回到 五分之一 几率也不大的 青年却叹了一口 似乎有些沮丧了 这时 二人正好从两座 颇为高大山峰前飞过 他们和先前见过的山峰 一般无二 都是黑乎乎的样子 只是表面光滑异常 寸草不生 全是石头堆成的样子 故而二人都没有怎么在意 眼见就要从山峰间 一闪飞过的时候 一边突起 一座山峰面对二人的某面 突然间爆裂开来 一道数十丈巨大的黑色光刃 一闪展出 啊 那名枯寿中年人大惊 急忙一张口 喷出了一面白萌萌的盾牌 此盾牌只是一晃下 就化为数丈之巨 挡在了身前处 但是下一刻 黑光就一扫而下 一声闷响后 中年人和身前的盾牌 仿佛青年般一掌而灭了 根本未能抵挡 黑光分毫了 但奇怪的是 黑光凶猛霸道 却没有涉及到一旁的青年分毫 光芒几乎紧插着青年身躯 一闪而过 没入下方雾海中 顿时雾海中 一阵轰隆隆之声传出后 就仿佛晴天巨刃 长过般的一分为二 现出一个十余丈宽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巨大沟壑来 里面黑乎乎的 仿佛深不可测的样子 那名青年虽然修为 已经到了化神 但显然和人争斗不太多的样子 到现在 脸上才露出惶恐之色 随即手忙脚乱的急忙一掐绝 化为一道白红 朝来路击射而去 但就在这时 另一侧山峰的 某片光滑石壁上 突然泛起一层灰光 接着一颗十余大的争鸣面孔 在石壁上显现而出 此脸孔只是一张大口 一股黄霞狂涌而出 星河倒流般的翼卷而出 就将白红一下射到口中 随即石壁上脸孔大嘴一臂 接着一个数层楼高的庞大身躯 从山峰中徐徐冒了出来 竟是一个头颅巨大 身躯仿佛蛤蟆的魔兽 此魔兽通体灰白光滑 头颅之大 几乎就占了整个身躯的二分之一大小 看起来 实在怪异至极 不过就算再怎么怪异 此魔兽如此大的身躯往山峰间一横 自然就显得可怕之极了 先前放出巨大黑光的山峰中 也同样一个三四丈高的人影 徐徐飞出 稍微近前就可看得清楚了 人影竟然是一名浓眉大眼 看似憨厚的男子 身上套着一层青色战甲 但背后却有一对漆黑肉翅 轻轻扇动不已 这对翅膀实在巨大异常 全斩之下 几乎有数丈之巨 表面寸毛眉声 却有密密麻麻的银色符纹 闪动不已 远远看去 肉翅上仿佛星光点点 显得神秘之极 铁膜大人 不过是区区两名灵界之人 何必要特意伏击他们 那名巨大魔兽 一见带翅之人飞出 竟口吐人言地问道 没什么 只是好长时间 没有什么人敢 深入山脉 这两人竟突然出现此地 实在有些怪异 现在是圣祖大人苏醒的关键时期 我可不想出现什么预想不到的乱子 有的话 也要马上解决掉 巨翅怪人淡淡地说 大人多虑了 现在正是我们圣祖 和那些灵界顶界约定 可以允许灵界人进入此地的日子 会有人出现此地 并不奇怪的 巨大魔兽嗡嗡地说道 好了 巨厨 快些用你的吸魂术 将吞进去的那个人 惊魂分解消化 我要知道他们 是否真是普通的魔兽猎人 巨翅男子冷冷地吩咐道 是大人 巨大的魔兽 见男子有些不耐的样子 当即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两眼一番地闭上了 顿时一层五色一芒 在此受体表流转不定 同时附近虚空中 一些黑色符纹浮下而出 围着庞大身躯 飞快地转动起来 结果足足一盏茶功夫后 当巨厨口中一声大喝 所有黑色符纹都没入其体内 硕大双目再次一睁而开 启禀大人 已经找到他们 进入此地的原因 竟然是在找一只负伤的知仙 巨厨的声音有些怪异 显然这个答案 也是大出他的预料 知仙 那是什么东西 巨翅男子 却有些奇怪了 就是可以幻化人形的一株通灵灵芝 巨厨解释地说道 幻化人形的灵芝 真有此事 你没有弄错吧 男子一听此言 身体矩阵一下 随之面露狂喜之色地问道 我已经彻底消化了此人原神 绝不会错的 怎么大人对此东西也感兴趣 巨厨粗大手掌挠了挠头颅 却有些迷惑起来 嘿嘿 我们古魔界的化形魔霄 你总该知道吧 这知仙的 就是和此东西 有同样作用之物 我若是能得到他的化 巨翅男子 两眼发亮地说道 第1623章 银骄 怪虫 化形魔霄 怪不得 这次进入此地的灵界人 全都是为此物来的 不对 这些人并不知道 知仙真正的用途 吃惊之声 从巨厨口中发出 吃惊不小的样子 不管怎样 这东西绝对不能落到他们手中 但恭迎圣祖之事 也不容耽搁 这样吧 你马上回去 召集一批魔兽来 给我将之仙找出来 以他们对整座山脉的了解 肯定能得手的 但要记住 要悄悄行动 别让多眼和雪碧的手下 察觉到此事了 另外 若是遇到其他灵界人 全部灭杀了吧 虽然我们和灵界的那些 顶级存在有过约定 但只要不大举离开山脉 一次消失个二三十人 还是无所谓的 以那些存在的身份 还会为这点人 再出头不成 巨翅男子沉吟了一下后 冷然地吩咐道 既然大人如此说了 属下立刻返回 那些人族手中有法器 可以追踪之仙的 虽然只有在百里之内 才有效的 但若是全抢来的话 找到之仙把握 也更大伤一些的 另一人的法器 已经被大人毁掉了 我吞掉之仙的 却还完好无损 先交给大人吧 巨翅硕大头颅点了下后 一张口 喷出一块 闪着淡淡灵光的法盘来 还有此事 若是这样的话 那些灵界人 更是非内不可了 只要磨坏了这些法器 那只之仙 就更是我的掌中之物了 你马上去办吧 巨翅男子闻言一喜 并抬手 将法盘一下吸到了手中 遵命 巨出恭敬地答应一声 庞大身躯 忽然往下方 雾海一头而去 无声无息地没入了其中 巨翅男子 则将手中法盘一收 巨大双翅一斗之下 化为一道 乌光向天边击射 而走了 两日后 一片遍布数十丈 高参天巨树的 奇怪区域上空 有凉火一族 正一前一后 破空追逐着 前面是一只淡黄色灵州 只有三四丈长 上面站着三人 都是一身蓝山的男子 其中一人盘坐上面 一动不动 似乎身受重伤了 另外两人身上 则灵光闪动不已 正在狂摧法力驱使灵州 而后面狂追之人 却是一只尖锥状的怪异飞车 通体血红 并被一团灰气包裹着 隐隐有鬼影 闪动不已 飞车上只有一名人影 一身银色战甲 遍布血色尖刺 惹眼异常 竟是那名在雷云阁 差点和韩丽动起手来的 龟姓男子 此人双手暴毙 面无表情地 看着前方飞逃的灵州 目中深处 隐隐跳动着嗜血之意 二者一追一逃下 瞬间功夫 飞出了数十里地 但无论飞行宝物 还是自身法力 龟姓男子 都明显远胜前面三人 片刻功夫 就拉近了和前方灵州的 一大段距离 道友何必苦苦相逼 我三人和阁下无冤无仇 愿意就此退出山脉 将追踪灵盘交出 只希望放我们一马 灵州上的一人大急之下 冲身后的大声传音道 放你们一马 当然可以 将你们的精血和元神 都奉献给本尊 我就放过你们 龟姓男子毫无表情地说道 声音不大 相隔如此之远 却清楚异常 你果然是一名 人人得而诛之的邪秀 说话之人文言 不禁破口大骂起来 但三人自然越发金黄了 当即不仅站着的 两人口喷惊血地激发起潜力 就连原本盘坐之人 也顾不得疗伤了 同样两手往身下一按 也开始将灵力 往灵州上注入了 如此一来 灵州速度一下大增 和后面飞车一下 差不了多少 甚至还稍稍快上一线的样子 但是未等前面三人 脸上露出喜色来 归信男子一声冷笑 战甲体表 忽然荧光大放起来 接着单手一掐绝 一脚猛然一踩 足下飞车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原本血红的尖锥飞车 灰气一阵剧烈翻滚 一下化为数亩大小的云团 随之一声龙银声 从里面轰隆隆发出 前面三人听到后面此等动静 均面露吃惊之色 向后望去 结果 三者不禁魂飞天外 因为灰色云雾中 血光一闪 一条银色蛟龙 一闪即逝地击射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 就在远处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灵州上方空间波动一起 蛟龙一下 从虚空中诡异闪出 带着一股恶风一扑而下 三人大吃一下 但毕竟不是普通之辈 掐绝地掐绝 仰首的仰首 瞬间七八件宝物 一同寄了出去 往蛟龙身上 披头盖脸地砸了出去 但是蛟龙妖目 血光一闪 只是一张口 一颗血红珠子 发出清明之音地喷了出来 珠子滴溜溜一转下 突然放出大片黑红血光 所有迎面寄来的宝物 被这血光一扫之下 纷纷哀鸣一声地 从空中直坠下 血光顺势往下一扫 灵州本身有一层淡黄色护照 但和血光一接触下 就蜡烛般地瞬间融化消减 接着血光一闪 就将灵州上三人照在了旗下 惨叫声接连发出 那血光也不知是何种霸道神通 三名蓝炮人 连同护体灵光眨眼间的肉霄骨容 化为了三团拳头大的血团 迎闻大口一张 一片光霞飞卷而出 将血团一下吸入了腹中 这时 迎交体表灵光一闪 化为人形 正是那名龟姓男子 他双目冰冷地单手一抬 将口边一丝血迹 栩栩擦掉了 然后牛手朝山脉深处望了一眼 顿光一起 一道血红击射出去了 一片朦朦胧胧的白色薄雾 仿佛无边瀑布般地 横在了山脉之间 和四周的黑灰色魔气相比 这片薄雾显得极为惹眼 韩丽三人就悬浮在这片雾气前 神色各异地沉默不语 一定要通过此地 不能绕过吗 仙仙默然开口了 恐怕不行 前几日 因为绕开那群突然出现的魔风群 我们已经多耗费了两日时间 再绕路的话 恐怕时间上来不及了 月宗眉头紧皱了 不过按照月道友所说 以前此地并没有此物的 如今出现此异象 恐怕有些诡异了 仙仙叹了一口气 何止是诡异 这些物际中隐含煞气 多半是什么强大魔兽隐藏其中 甚至此物是这只魔兽弄出来的 韩丽眺望着薄雾深处 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过有韩兄在此 就算有什么高阶魔兽 也绝不在话下的 仙仙望了韩丽一眼 轻笑了起来 倩仙子这话可错了 若是里面只有一两头魔兽 韩某料理一下 自然没有问题 若是同时有一群高阶魔兽居住其中 我也只能自保而已 韩丽摇摇头 显得平静异常 一群魔兽 怎么可能 高阶魔兽可是很少群居的 仙仙笑容一宁 勉强一笑了 这可不一定的 如此大的一片雾气 虽然稀薄 但也不像是一两只魔兽 就能聚集起来的 要么这只魔兽强大异常 要么真有一群高阶魔兽 居住其中的 岳宗目光闪动地说道 听到岳宗如此一说 金族女子脸色有些难看了 半晌后才又说道 二位道友想如何做 难道打算就此返回吗 返回当然不至于 我的意思是 进入里面一定要多加谨慎 万一真碰到什么危险 也好有个周全应对 当然要真是我们 无力对抗的存在 为了小命着想 也只有原路返回了 韩丽笑着说道 仙仙神色一环 岳宗却脸色微微一变 忍不住地问道 韩前辈也决定要进入其中 不错 此行对韩某同样重要 不可能会轻易退出的 难道岳道友 有些心切了 韩丽瞥了岳宗一眼 淡淡说道 我先前成过前辈投手之恩 前辈一定要进入的话 晚辈自然会舍命一赔的 岳宗脸色阴晴不定了许久 最终一咬牙地说道 韩丽微微一笑 不再说什么了 仙仙听了此话 脸上露出了笑容 并悦耳地说道 既然二位道友都有所决定 我们这就进去吧 到时真遇到什么强大魔兽 二位道友也不用担心我 我虽然修为低浅 但保命手段自问还有一些的 足以自行照顾的 有了仙仙子这句话 那就更没问题了 韩丽哈哈一笑 当即顿光一起 率先化为一道青红的 顿入了雾气中 以她如今的神通 即使碰到圣监魔兽 也有自保的手段 自然也不会对眼前的薄雾 真有多大顾虑的 金族女子和岳宗互望一眼后 自然紧随其后了 青红不紧不慢地在低空飞行 韩丽则在顿光中 不停地四下张望着 眼中蓝芒若隐若现 显得神秘异常 此刻的她 已经将不少灵力灌注瞳孔中 灵目神通石成石地施展开来 同时一只小盾 围着身躯徐徐转动 表面金光流转 有符纹若隐若现 正是用怪额材料 炼制的那只水晶盾牌 在这种危险之地 她可不会留守什么了 而跟在后面的月宗 足踩一对法轮 手中却多出一只怪异的金色盒子 此盒盖子大开 里面有一只白白胖胖 但遍布隐点的怪虫 此虫身体酷似残虫 但是头颅顶部 却生有一副诡异的鬼脸斑纹 晃动之下栩栩如生 仿佛活着一般 第1624章 人面旧 至于仙仙慈女 仍被一团金光包裹着 只是在金光之外 却多出了八块八掌大铜镜 围着其身体上下飞舞着 只见这些镜子背面花纹荒骨 镜面则寒光森森 也不知有何用途 这二人除了亮出的宝物外 手中还另外抓着其他东西 没有显露出来 显然这二位知道这雾气中凶险 都做了一番准备 就是韩丽自己袖袍中的一只手掌 也捏着数颗青色雷珠 以防遇到什么强敌时 可以马上击出攻击的 而四周的雾气白蒙蒙的 和一般魔气大相径庭 但比起最下方身黑色雾海 自然墙上许多了 起码不用担心 短时间被魔化的危险 当然在这里 韩丽灵木神通也大受限制 看到的距离 只有半里之遥而已 故而韩丽表面平静 心中丝毫不敢大意 目光扫视四周的同时 神念更是将附近数十帐内 全都笼罩其中 以防真被什么擅长隐秘神通妖兽 欺击身前 而三人自从进入这片薄雾中 均都自觉地不再开口交谈了 只是闷头地默默赶路 对他们来说 最好的结果 自然就是根本不惊动 那可能存在的魔兽 就这般悄然穿过此区域的 如此这般 三人飞行了半个时辰之久 前方仍然被淡淡雾气笼罩着 丝毫没有快要飞出此区域的迹象 韩丽还好 仍然不动声色的样子 仙仙却露出了一丝焦虑 而岳宗也脸色阴沉 望向河中怪虫的次数 越发频繁起来了 韩丽在向前飞行了一会儿后 忽然阵阵短促的肩鸣 从身后发出 他一阵之下 顿光略微一顿 立刻向后望去 只见岳宗手中的那只虫和 此刻荧光大放 那只怪虫一下竖起上半截身子 头颅发狂般地摇晃不定 并且口中发出怪异鸣叫声 不但此虫表面银色斑点 此刻荧光灿灿 头颅上明映的那个鬼面图案 更是一下变得血红异常 鲜血欲滴 不好 十里内出现高阶妖魔了 正在向我们这边飞来 顿速极快 岳宗脸色大变 默然大声向韩丽警告道 告诉我从哪个方向 韩丽却平静地问道 显得镇定异常 从西南方向 数量一共五只 岳宗在听几声虫子的鸣叫声 一下失声起来 五只 这倒有些棘手 就是不知是哪种高阶妖魔 韩丽喃喃了一声 目光刷的一下 朝西南方向望了一眼 突然袖袍一抖 一阵清明之音后 七十二口青色小剑击事而出 然后口中念念有词 冲这些飞剑飞快点指几下 所有小剑一颤之下 诡异地消失不见了 随之四周虚空中 一朵朵青色莲花浮事而出 一模糊之下 以一画二 以二画四 以四画八 高空中清光点点起来 而这些青莲第66一转下 体型转眼间化为了丈许之大 连结仪器后 净化为一层青色光幕 一下将附近天空 都遮蔽得严严实实 方圆百丈之内 都被光幕笼罩旗下 正是韩丽的大神通之一 春梨剑阵 也只有此剑阵 韩丽才能有把握 一次困住树枝高阶魔兽的 否则他纵然有信心 灭杀这几头魔兽 但对金族女子 或月宗二人的安全 却不敢保证的 万一有个闪失 漏过了一两只高阶魔兽 这二位可就要倒大霉的 而这两人都是此行中 必不可少之人 韩丽自然动用了 最稳妥的方法 剑阵 仙仙剑势不凡 一剑此景 先是一呆 接着大喜起来 月宗也面露惊喜之色 显然同样也是知道 剑阵的大威能的 韩丽却面无表情的袖袍 冲空中一挥 一片青霞飞卷而出后 空中的光幕略意模糊 就无声无息地透明起来 最终隐匿不见了 仿佛刚才的意象 根本不存在一般 这时仙仙和月宗 一见春梨剑阵如此神妙 对韩丽顿时更多了几分信心 他们互望一眼后 马上之机地向韩丽飞进了一些 漂浮在其后面 韩丽没有回首望去 但也清楚感应到 二人离他还有二十余丈距离的样子 倒没有不知好歹的一下离他过近 而就这片刻功夫 韩丽所望方向 突然传来几声咕咕的过躁叫声 一听之下 韩丽竟感觉一股烦躁之意涌上心头 心神一下 变得无法集中起来 他心中一惊 但好在下一刻 大眼觉自行在体内流动起来 一股清凉之意流过心头后 心神就恢复如常了 倒是身后的月宗和仙仙听到此叫声 表现各异了 月宗双目神光变得涣散异常 同时脸上浮现一层异样的潮红 两手更是下意识地一下握紧 一下松开 仿佛有些茫然的样子 而仙仙此女 却面上一层清光 一闪即逝后 人就若无其事了 不过 此女倒也激紧异常 一发现叫声的异常后 目光朝旁边的月宗面上一扫后 脸色未知一沉 略意沉阴后 突然二话不说地单手一扬 一张早就藏在其手心中的俘虏 积射而出 一闪即逝后 就化为一片白蒙蒙寒气 啊 月宗一惊 因为心神受到影响 反应比平常时候慢了大半 外加上先先此举又出其不意 竟被寒气一下 将身体罩住 结果 月宗只觉一股冰寒之意 从头颅直接向双足蔓延而去 心头那股烦躁之意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多谢仙子相助 月宗恢复正常后 自然知道自己刚才的异样 当即冲金族女子一抱全地称谢道 没什么 月兄要多加小心一二了 仙仙奄然一笑 并未多说什么 不过月宗心中倒有些奇怪 他修为可远胜 这位仙仙子的 自己都不知不觉地中招了 对方如何无视的 难道对方身上 带有什么震魂清醒的急拼宝不成 不提月宗心中的嘀咕 西南方向 宝武一阵剧烈翻滚 几个仗许大的黑影 气势汹汹地出现了 他们只是几个闪动后 就在怪异叫声中 默然冲出了雾气 将真容显露在了三人面前 竟是一只只突鹫般的光头魔情 但是这些魔情面孔 却是一张张女人面孔 但是本应该生有双目的地方 竟然上下并排着四只碧绿的眼睛 如此一来 原本看起来 还应该颇为清秀的光头女子面容 一下变得争鸣异常 而五只魔情中 四只羽毛黑白相间 大概有炼虚初期的样子 唯有中间的一只羽毛雪白 气息也最强大 已经有了炼虚后期的修为 哥哥 竟然是灵界人 太好了 上一次吃的那个灵界人 还是数百年前的事情了 那只最强大的魔情 一看清楚韩力三人后 竟然发出了含糊不清的人语声 声音更是粗糙异常 难听之极 韩力闻言 脸上丝毫意思没有 只是站在原地 冷冷地望着围首的魔情不语 不过这只炼虚后期魔情 似乎灵智极高 接下来并未带着四名手下 急着扑过来 而是在远处亲善双翅地悬浮着 四只怪异妖目 不停地向韩力三人扫来扫去 同时在权衡双方的实力大小 韩力见此情形 眉头微微一皱后 默然一挑 随之突然单手一扬 五颗圆珠击射而出 一晃地化为拳头大清光 只是几下诡异闪动后 就默然到了五只魔情面前 这几只魔情有些意外 但是在围首魔情的一声鸣叫下 他们默然朝周边一散 并没有应接的意思 轻易地避了过去 毕竟无论魔情还是灵情 在身法顿速上 一般都远超地上受雷 但是韩力见此 嘴角却泛起一丝冷笑 单手突然一掐绝 五颗清光在一射落空后 方向一变 突然往五只魔情中间的无人处 同时射去 结果轰隆隆的几声巨响后 五团清光在撞击一起的瞬间 同时爆裂开来 顿时雷鸣声大作 无数青色电弧 闪动着妖异的电光 瞬间弥漫母许大小 将不急防的五只魔情 全笼罩在了威能之下 电弧往五只魔情身上 恶狠狠劈去 青色雷光闪动间 将魔情全都淹没 进了其中 韩力身后的月宗剑瓷 面露大喜之色 嘴巴一动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就在此时 突然一声鸣叫 从那片雷光中传出 接着扑扑几声后 从雷光中喷出 四细一粗 五道乳白色光柱 这些光柱在雷光中 胡乱狂扫一通 原本看似声势 极大的青色雷光 竟被一扫而灭 片刻功夫后 雷鸣声一段 五只魔情 从所剩无几的青光中 一冲而出 然后一个盘旋后 口中纷纷发出了 过躁的叫声 难怪 这些魔情如此暴怒了 此刻的这些魔情 除了为首的 那一只外形好些 只是一只翅膀有些焦黑 其余几只 均都浑身伤痕淋漓 纷纷散发出一股焦虎味道 他们纵然挡下了 刚才一击 但是韩力雷珠 相当于炼须集 存在的权力一击 数颗一起爆裂 又不及防下 怎可能毫发无伤呢 当即 那四只体表焦虎魔情 满面的狂怒之色 发出了几声叫声后 立刻恶狠狠地冲韩力 飞扑而来 他们恨不得 将韩力这位元凶 下一刻就撕裂成 无数碎片 然后生吞进腹中 第1625章 金屋真火 为首的魔情见此情形 四目同时转动 目光在远处 纹丝不动的韩力身上一扫后 隐隐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他略意迟疑后 漠然口中发出一声尖鸣 想将四名手下换回 但是刚才的一点耽搁 却已经迟了 韩力布置剑阵 足有百余杖之广 那四头 魔情顿速又不慢 只是双翅煽动几下 就一头扎进了春梨剑阵内 只见青光一闪下 一层光幕默然浮现出 一下将四头魔情 全都照进了其中 这四只魔情大吃一惊 身形纷纷一个盘旋后 爪帽寒芒地向光幕抓去 但是鼠之爪子方一抓到光壁上 却只听几声脆响 光幕仿佛玻璃般的一下破碎开来 四只魔情大喜 又马上目瞪口呆了 因为光幕之后 并非他们想象的原来非来之处 而是遍布一朵朵青色莲花的诡异空间 这些青莲只有拇指大小 但密密麻麻地挡在了前方 四只魔情互望了一眼 其中一只突然一张口 一道乳白色光柱喷了出来 只见光柱一闪即逝后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数朵青莲上 但是喷的一声闷响后 那几朵青莲非但没有溃散消失 反而一闪之下地 暴涨了数倍之大 变成了拳头大小 见到此幕 这几只魔情吓了一大跳 整座春梨剑阵也在此攻击下 威能激发了起来 不光眼前之处 其他方向的光幕也自行地破碎消失 全都浮现出了数之不尽的青莲来 而这些莲花 只是滴溜溜一转 漠然一芒流转 四头魔情 只觉眼前景象略意模糊 头顶一黑 就身处一片青色巨木之林中 每一棵树木 都有百余杖之巨 一眼望不到顶部的样子 只眼冒密处 几乎将整个天空都遮蔽住了 四只魔情竟身处 这些巨木的最底部 这一下 魔情一惊飞小 要知道这种飞行情类 最怕身处树林 河流等空间中 身法一旦受到限制 就是再大神通 也会平白削弱大半的 当即四只魔情 几乎同时的双翅一扬 顿时四团白痴火焰汹汹的 从它们身上一飞而出 接着扑扑 几身后 一下爆裂开来 化为上百至八长大的白色火蝶 向四周巨木飞去 这些白色火焰 可是这些魔情的压箱底神通 原以为这些巨大树木 自然如摧枯朽般的 立刻一扫而空 但是火蝶一扑到这些青木上 只是略意模糊 就仿佛无物般的纷纷洞穿而过 丝毫效果都没有 幻术 这些魔情 也有炼虚出界的修为 虽然灵智没有为首的那般高 但也并不低 一下有些恍然大悟了 其中一直有些性急 二话不说的 猛然朝其中一颗巨木扑去 不过春梨剑阵幻化出的东西 又岂是一般幻术 可比的是真真假假 虚中有识 识中待虚 一声巨响后 魔情方一撞到那颗巨木上 立刻被咕噜噜的一旦而回 这巨木仿佛金刚般的坚硬 哪能毁坏分毫 而这只魔情 即使肉身也算强大 在摇摇头地稳住身形后 也敢头痛欲裂 两眼直冒惊心 其他三只魔情见此情形 不禁目瞪口呆了 法阵外变 那只雪白魔情 一见自己的四名手下 被光目一格 就漠然消失了 自然又惊又怒 他口中一声大叫 双翅猛然一盏 呼吱一声后 一圈白色光圈 漠然从身躯中冒出 随之身上雪白羽毛 瞬间地化为汹汹火焰 和那四只黑白色魔情不同 这些白色火焰中 竟隐隐有银色符纹翻滚闪动 附近空间温度一下 高涨十余倍 倒是弥漫着难以置信的高温 原本隐秘起来的春梨剑阵 在这高温下 也被迫灵光一闪 重新献出了 清蒙蒙的光目来 寒兄小心 是金屋真火 千万别让它近身了 这魔情 可能具有真灵金屋的一些血脉 仙仙原本因为寒历一下 困住四名魔情 面露喜色的 但一件未守磨 秦氏斩的怪异白火后 面色聚变的传音提醒道 金屋真火 寒历面上不动声音 但心中大喜起来 这时 对面的魔情 彻底化为一只巨大火鸟 气势汹汹的 真奔寒历飞扑而来 尚未飞进 一股火浪滚滚而来 寒历只觉附近空气中 红光点点 无数团斗力大小的赤红火苗 凭空浮现 以寒历为中心 仿佛方圆数十丈空间 彻底被点燃了起来 寒历见此情形 却对这种意向视若无睹 只是深呼了一口气 突然张口一喷 一团银色火球一喷而出 只是几个闪动 就化为了一只 持续长的银色火鸟 此火鸟方一现身而出 体表银银一闪 刚刚浮现的那些红色火苗 就飞鹅头火般地 奔此鸟击射而去 纷纷没入火鸟身躯中 不见了踪影 原本炙热难耐的高温 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随之银色火鸟体积一下 暴涨了小半 身形移动下 迎向对面白眼滚滚的魔情 虽然魔情同样化为了火鸟肢体 但是身体之大 几乎是银色火鸟的七八倍大小 但银色火鸟 丝毫具意没有的样子 魔情一见银色火鸟浮现时 脸上表情一下变得奇怪至极 既有惧怕之意 也有惊喜之色 但更多的 则是毫不掩饰的贪婪神色 眼见银色火焰迎向自己 此魔情四目略一闪动 似乎有些迟疑 但是下一刻 目光又一下 充满了疯狂之意 当即口中狂鸣两声 提表火焰一下高涨了数尺 然后不再犹豫地 扑向了射来的是灵火鸟 轰得一声巨响后 两者在下一刻撞击到了一起 顿时白火银焰交织一起 两只火鸟争斗到了一起 无论白火还是银焰 两者接触下 爆发出噼啪的怪响声 仿佛水火不相容般的爆裂不止 以银色火鸟的小巧身躯 在和魔情的庞大身躯碰撞中 竟不落下风 两种火焰交织下 竟互相吞噬个不停 一会儿银焰不停地吞掉 接触的白火 一会儿白火又将银焰 彻底包裹进了里面 不过韩丽只看了片刻 瞳孔微微一缩 她已看出 纵然是临天火微 能超过对方一筹 银刻功夫后就反悔被对方火焰吞噬掉的样子 她当然不会让此事发生 只见她突然两手一掐绝 一根手指冲远处虚空一点 扑斥一声后 一根根手指粗细的青色光柱一喷而出 只是一闪 就没入到了正在争斗的银色火鸟体内 这些光柱凝厚如液 颜色更是轻壁异常 竟都是韩丽精纯真元所化 惊人的事情出现了 银色火鸟开始体型大涨起来 两尺 四尺 半丈 一丈 几乎是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银色火鸟竟幻化为三四丈之长 体型之巨 反超放大的魔琴 如此一来 白火在银验的反包裹下 瞬间地大出下风了 白火被银验得一点点地吞噬进去 魔琴所化火鸟见此 脸上顿时露出了金句之色 四目闪动下 突然一张口 竟喷出了一颗乳白色圆珠 洁白无瑕 散发着刺目的白芒 正是此魔琴修炼不知多少年的魔盒 此刻眼见情形不妙 直接喷了出来 这魔盒不过拳头大小 但是一喷而出后 放出的白芒 一下化为数以千计的细针 并一晃之下 自行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瞬间充斥灵火鸟暴视而去 一下将银色火鸟 身躯动穿个千疮百孔 另一部分则直奔寒力击射而来 一个闪动后 就射在了青色光幕上 也不知这些细针 拥有何种不可思议神通 竟轻易动穿青色光幕 再一闪下 就突然出现在了寒力面前 暴风骤雨般向他全身射去 寒力眉烧一条 身形不动 但身体前悬浮的水晶盾牌 漠然一下金光大放 那些细针一击在上面 纷纷一颤的方向一变 从盾牌两侧一划而过 射到了虚空处 几乎与此同时 寒力头也不回地 一条手臂向后一抓 五指白色骨骼头虚形一闪 五道颜色各异的霞光一喷而出 凝聚成一片五色光焰 将那些落空的细针一扫而入 随之光焰一卷 这些细针就骤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另一边 是灵活鸟本体 被数百根同样的细针狂扎不停 虽然它身上的银焰一闪 身形就恢复如初了 但自然不可能真的毫发无损 未能自然大减 魔情的金屋真火一下 又和银焰僵持不下起来 寒力看到此目 神色动了一动 突然两手一掐绝 身躯猛然往地上一滚 刹那间五色光芒大放 接着一声直冲九霄的凤鸣传出 一只体长两张的五色彩凤 出现在了寒力战力之处 此凤一只翅膀猛然往身前一滑 一道白线在虚空中浮下出 随之此线在空中略一扭曲 却现出一道白萌萌的裂缝来 彩凤双翅一扇 身形一下没入其中 不见了踪印 而在同一时间 魔情和是灵活鸟战斗不止的上空 同样一道白线诡异的浮现 此线无声无息的一张之下 彩凤上半截身子一探而出 第1626章 齐毒再现 寒力从幻化成彩凤 到施展出凤内灵情的空间神通 一下横跨数十丈距离 直接出现到 是灵活鸟和魔情的交战上空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但下方魔情 先前一件放出的细针 没有对寒力奏效 已经心中一惊 将一部分心神瞬间放到了寒力这边 故而 寒力刚才变身的一幕 被此魔情看得清清楚楚 魔情女性面孔一下 露出了几分句色来 毕竟真灵天凤 可是号称万情之王的 就算同为真灵存在的金污 面对天凤时 也不得不天生被克制小半的 当然寒力 只是借助着法觉幻化而出的采凤 根本无法和真正的天凤相比 但体内天凤真血 却是货真价实的 而魔情也并非真正的金污 同样只是继承了部分血脉的变异肢体 故而才一感应到 采凤体内真血散发出的独有气息后 此魔情就情不自禁地生出畏惧之意来 再加上先前是灵活鸟的厉害 竟然可以吞噬金污真火 让它以往几乎无往不利的神通 彻底被克制了 此魔情一下声出后退之意 不加多想的口中发出一声尖鸣 突然喷出一道乳白色光柱 接着身上白色火焰一缩 就想抽身而退 但是是灵活鸟 本身就是寒力体内灵活所化 和寒力心神联系 比一般本命法宝还密切几分的 哪容魔情如此轻易跑掉 寒力只是心念一动 银色火鸟就同样一张口 喷出一根金银细丝 正是士灵天火 当年炼化的灵玄斜光 乳白色光柱粗弱顽口 金银细丝仿若丝线 但两者一碰之下 却是光柱通体一鸣 立刻向魔情原路反射而回 虽然魔情一身修为非同小可 但是自己攻击反弹而回之势 自然让其一阵大乱 他惊怒的双翅骤然一扇 两股白色光焰从两侧一卷而去 才勉强来得及挡下此光柱 但这时金银细丝一个闪动 却已经到了他身前处 此情也知道这金银细丝大为古怪 怎敢应接 身形一颤就想避开 但这时 他头顶凤鸣声大响 大片青涩光滑诡异的遗照而下 速度奇快无比 正是含力所化彩凤 已经从裂缝中完整飞出 只是提表长林一下飞舞后 轻蒙蒙灵光无声无息地一扫而下 以这魔情的身法之快 远可勉强避开的 但是对面正和金铺针火交织的银焰 突然往回一卷 顿时一股巨力传出 神通牵引之下 一下将不及防的魔情 带着身形一晃 顿时被青光一下照在了其中 纵然此鸟浑身白眼滚滚 但是和青光一接触下 却阳春溶雪般地纷纷消融了 这青光也不知何种神通 竟正好克制金铺真火的样子 而魔情本体被青光一罩住 只觉身躯一紧 身形就一下 重落泰山起来 此魔情大惊失色 倒不是因为这一点禁锢 而是金银细丝已到了眉宇间 一时来不及再躲开了 韩丽和是灵火鸟的配合 正是恰到好处 无奈之下 魔情脸色一下铁青异常 但猛然大口一张 深意稀气 原本悬浮在附近的 那颗白色魔盒 漠然一闪 就一下顺移到了魔情面门前 他竟然打算用此物 暂时抵挡一下 此魔情会如此做 自然对自己魔盒坚硬大有信心 相信 即使面对顶阶宝物一击 也可绝对安然无恙的 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 金银细丝一击在魔盒上 却无声无息 根本视若无误地一闪而过 扑得一声闷响 一个乌黑小孔 在魔情四目中间 诡异地浮下出 金银细丝竟然直接动窗过 一声凄厉地坚明 从魔情口中大叫发出 踢掉原本暗淡了许多的白燕 随着此叫声 一下高涨被许起来 双翅一盏下 就将原本禁锢四周的清光 一下称得的寸寸破裂 此鸟不再顾及对面 是灵活鸟的凶猛攻势 身上正和银燕交织 僵持不下的白燕 刹那间的同时断开 接着 它双翅狂山几下 一股白色火柱 从身上冲天而起 滴溜溜一转 烽火之力同时生出 瞬间化为一片白色火海出来 这只魔情就在白色烈焰中 神态争獰异常的双翅 煽动不停 而上空以那颗魔盒为中心 一只体长石鱼杖的 巨大怪鸟虚影 漠然在火海上空浮现出 此虚影通体淡金 双目乌黑 酷似一只乌鸦 体下却生有三只爪子 金乌法香 果然具有此阵灵的几分血脉 在上空的彩凤 漠然一芒一阵流转 韩力重新幻化成人形 现身而出了 并望着火海中的金乌虚影 喃喃说道 而就在这时 火海中魔情羊手一声长鸣 四周汹汹燃烧的白燕 顿时飞鹅头火般的 骑往其空中的金乌虚影中 飞卷而去 这些白火一接触虚影后 立刻无声地没入其中 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巨大虚影将这些金乌真火 一吸而入后 浑身金光灿灿 身躯竟然一下 变得仿佛实体般的凝厚 但是金色羽毛表面 同样燃烧着一层白色火焰 而这些白燕中 银色符纹滚滚翻动 声势更胜原先数仇的样子 下方的魔情 一脸凶恶之色 恶狠狠地盯着韩力 显然下一刻就要驱使法香 发起更厉害的攻击 但奇怪的是 韩力望望望空中的巨大金乌 又低手扫了一眼下方的魔情 忽然轻笑了起来 接着单手冲魔情一点 口中连说三声道字 魔情文言一正 但随即心中大怒 双翅一震 就要有所行动 但就在这时 意便突起 魔情突然身躯一抖 猛然一声哀鸣地 从空中直坠而下 并在坠落途中 身子卷缩一团 体表变得紫黑异常起来 同时一股浓浓腥臭 一散而开 竟转眼间化为一团紫黑液体 连元神都不见逃出的样子 正是灵玄斜光所含的 聚毒所致 此毒不但奇毒无比 并且中了之后 开始还丝毫一样没有 不过比起当初的怪鹅 这只金乌在抗毒上 明显大大的不如了 不但感应得如此之池 一旦发作后 立刻化为一滩毒水 根本无法抵挡的样子 见此情形 韩力心中一松 而银色火鸟 却欢喜得一声轻鸣 双翅一盏下 漠然地向下方飞扑而去 进一口将魔情身躯 锁化毒水 吞进了腹中 韩力见此情形一正 但是略意犹豫后 并没有阻拦什么 虽然金乌珍血非常珍惜 但是他修炼的金折十二绝中 并无金乌的变化之术 就是得到 也无法发挥多大作用的 如此的话 自然还不如 让是灵活鸟吞噬了 看看能否有什么变化 毕竟此活鸟已经有了灵性 肯自行吞噬的东西 一般都是对自身净化 大有用处之物 不过此活鸟吞噬完毒水后 并没有回转 而是向高空中 在一飞而去 说也奇怪 那只巨大金乌法像 在魔情陨落之后 竟然没有马上溃散消失 只是漆黑双目 原本闪动的灵光 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变得仿佛傀儡一般的目染 银色火鸟一下 冲进巨大金乌体内 大口狂吸之下 三下五除二的 竟将整只金乌法像 都吞噬进了体内 也不知是因为时间到了 还是一次吞噬 太多金乌真火的缘故 火鸟刚将最后一缕白雁 也吞进腹中后 体表灵光一闪 重新恢复了持续大小 并二话不说地 往寒历这边激射而来 最终一下 没入寒历体内 不见了踪影 这样一来 下方除了那颗白色魔盒 和附近悬浮不动的 闪闪发光细针外 就空空如也了 寒历也没有客气 袖袍一斗之下 一片青霞席卷过去 磨合和数百根细针 在青光闪动下 全都一闪地消失了 这时韩力转过身子 望了一眼后面的 春梨剑阵所画的青色光幕 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单手一掐绝下 青色光幕寸寸地碎裂开来 接着一层层青色莲花凭空消去 最终还原成了72口青色飞剑 低迷不停地 悬浮在四面八方的高空中 而在这些飞剑阵中心区域中 四头被斩成树时节的魔晴蚕尸 静静地悬浮在那里 这四只炼须初阶魔晴 在乱闯剑阵之下 竟被春梨剑阵的威能 一口气全都斩杀了 韩力见到此幕 倒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 一个闪动的飞到碎尸旁边 略意沉吟下 就在霞光卷动下 将所有尸体都收进了储物袋中 虽然在他感应下 这些魔晴体内的金屋真血 似乎淡薄得很 但是还是具有那么一丝的 如此的话 以后完全可以等是灵活鸟链花丸 先前所获后 再让其继续吞噬的 像这种真灵之血 即使在灵界 也是珍惜至极 它可不会浪费分毫的 做完这一切 韩力身形在几个闪动后 仍旧诡异地回到了其余二人旁边 并轻描淡写地说道 好 已经解决干净了 我们上路吧 听着韩力淡淡的话语声 岳宗早已经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 在他心目中 韩力纵然厉害 也顶多和上族九阶差不多吧 可刚才发生了什么 这位明明才上族七阶存在 竟然在一盏茶功夫内 灭杀了如此多高阶魔情 还如此轻松的样子 这些魔情 不但同样有上族九阶的存在 而且还是深具真灵之血的变异魔情 这一切 让岳宗实在骇然到了极点 仍有些不相信刚才目睹 他只是正正地望着韩力 面上满是难以置信表情 第1627章 杀戮 至于仙仙此女同样目睹骇然 不过马上反应过来的街口道 韩前辈所言即逝 此地不是九流之地 说不定还有什么魔兽隐藏其中 我们自然速速离去的好 岳宗听到这话 总算从发带中恢复过来 自然连连地点头 当即三人顿光一起 继续上路了 这一次 他们仅仅飞行了小半时辰 就从薄雾中一飞而出 终于离开了此区域 三人未有任何停留之意 门头向前方山脉深处 一路顿去 韩力三人并不知道 就在三者离开薄雾的同时 在薄雾的另一端 一道淡淡荧光从天边积尸而来 几个闪动后 就漠然在雾气前停了下来 顿光一脸 一道小巧人影浮下而出 两耳尖尖 面若桃花 身后一条毛茸茸的肠尾 轻轻甩动 这名看似貌美的女子 目光四下一扫 随之单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砰的一声后 一团银色雾气 瞬间从此女身体中爆发而出 化为翻滚符纹 迅速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最终消散的无影无踪 果然没有追错方向 的确是这里不假 不过 这里似乎是那火遍一人 面就新千居的住处 他们具有金屋血脉 还是雪碧手下 可不大好打交道的 不过也好 起码那群外来人 无法轻易从此的脱身的 女子将法觉一散 面露一丝喜色的自语道 荧光一起 银红一闪地 没入薄雾中 一个多时辰后 韩丽先前灭杀几名魔情的地方 荧光一脸 女子再次现行而出 她鼻子清秀了一番后 面露一丝惊疑之色 随之单手掐绝 再像先前那般施法了一番 结果片刻后 女子脸色殷勤不定了 此女思量了好一会儿 忽然羊手发出一声长笑之声 仿佛虎啸又近似龙音 但是笑声发出许久之后 四周仍然静悄悄的 丝毫动静都没有的样子 女子长吐了一口气 但戴眉紧皱了起来 半晌后 她目光闪动地摇了摇头 顿光再起地飞离此地 看其前进方向 竟然和韩丽等人离开方向 丝毫不差 魔晶山脉深处的某个隐秘山坳中 空中密密麻麻 地上兽影重重 竟然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各种魔兽 大的仿若小山 小的只有池许大小 而在这些魔兽的中间 则有一块高约数十丈的巨大岩石 在石头上 趴着一只数丈高大头魔物 正是那只巨蛤 只是此魔兽体型 比起以前缩小了无数倍 在如此多面目 更加猙獰的魔兽中间 有几分不起眼了 巨蛤爬在巨石上一动不动 似乎在等着什么 倒是四周的千余 其他魔兽 目中大都露出不耐之色 竟也同样保持着平静 半晌之后 突然空中众多魔晴一分 一头体长数尺 体表遍布经文的巨大蝙蝠 从空中一冲而下 最终双翅一收后 停在了巨蛤面前 大人 时间已经到了 该来的都已经到齐了 既然这样 那就行动吧 这次的目标再重复一次 杀光所有进入山脉的外来人 并夺得他们手中的 一键法盘撞法器 然后用这键法器 将那只只仙给我找出来 好 最终献给铁魔大人 无论谁能找到这只只仙 都会重重有赏的 巨蛤的话语倒也简短 除了重复一遍行动目标外 一句废话也没说 山奥中的上千魔兽 均都已经开启了灵制 一听完后 立刻一哄而散 有的一扭身则伸入地下 全都向山脉外围奔去 巨蛤自己也同样一个纵身 加入到了魔兽大军之中 但是此兽并未注意到 在山奥空中高达数千丈处 一朵看似普通的灰云中 有一点黑影深藏其中 此黑影闪动着血红的双目 冷冷地盯着下方的一切 直到所有魔兽全都离开山奥后 此东西才从云中一飞而出 竟是一只持续大小 浑身血红的硕大鹦鹉 这只鹦鹉在空中盘旋一阵后 喷得一声轻响 静一下自爆开来 化为一团血雾溃散开来 里面隐隐有血色符纹 一闪即逝 而同一时间 在整座魔金山脉 一处静置重重的地下深处石屋中 一名原本在床上 闭目养神的血袍大汉 突然口中一声轻疑 睁开了双目 大汉脸色苍白 大嘴塌鼻 但是目光阴沉 铁翅魔这家伙 倒什么鬼 眼下圣祖大人就要苏醒 却叫这么多人 去杀外来人做啥 几乎将他手下的所有高阶魔兽 都派了出去 大汉喃喃低语了两声 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但是片刻后 他忽然轻拍一两下双手 啪啪两声轻响后 石门顿时无声无息地打开了 从外面走进来一名身材恶魔术女子 此女一身血红公装 但是脸上被一层淡淡血雾遮挡 无法看出真容来 参见父亲大人 女子一走到大汉面前 立刻亲您拜下 血英 你起来吧 在我打坐这几日 铁赤魔和多眼二人 有没有赶到地宫了 大汉单手一摆 淡淡地问道 回禀父亲大人 他二人还未在地宫出现 女子声音略有些低沉 但声音还算动听 还未到此处 看来真有些问题了 血袍大汉目光一闪 露出若有所思之色来 父亲大人莫非收到什么消息 宫装女子的声音 有些好奇了 嗯 现在铁赤魔的手下 全都离开了老巢 大汉缓缓说道 什么 全都离开了 难道是 女子一惊起来 不是你想的事情 他们全都向山脉外围去了 准备将最近进入山脉中的那些灵界人 全都一网打尽 大汉摇了摇头 灭杀灵界人 这是什么意思 宫装女子震住了 这也是我叫你来的原因 似乎和一个叫知仙的东西有关 圣祖将行 我不便离开 你去将此事情 先查清楚再说 一有消息 立刻回报我 大汉目中 寒光一闪地吩咐道 是 父亲大人 宫装女子心中一领 弹口中答应道 随之恭敬地退出了屋子 石门自行地关闭了 而血袍大汉轻出一口气 再次闭目养神起来 魔晶山外外围的一片灰白色树林上空 一名化神级的修炼者 正驱使着三口红色飞刀 和两名酷似黑熊的魔兽 拼命搏斗着 这两只魔兽不但提高树杖 四只巨大手掌挥动指尖 无数破空的爪盲 凭空浮现而出 和飞刀交织之下 爆发出一连串的清明之声 攻势凌厉异常 这名化神级一族人 只能勉强自保而已 但是下一刻 天边处忽然一阵嘎嘎的怪异叫声传来 随之一片黑色乌云飘来 竟是一群数以百计的黑色独角怪鸟 其中一只体长杖许 两眼翠绿 放出阴森寒光 这名化神级一族一剑此景 顿时下的魂飞魄散 但是被两头巨熊缠斗之下 哪能离开分毫 只能满头大汉的狂催那三口飞刃 三口飞刃化为三道金红 将自身户得严严实实 但是 在围守魔鸟的一声怪叫后 上百只魔晴一轰而上 飞刃只来得及斩杀了十余只 就被魔晴撕成了粉碎 就连原本和其争斗的巨熊般魔兽 也未能幸免 同样葬身在这群魔鸟的腹中 但是最后 其中一只魔鸟突然一张口 喷出一面法盘状法器出来 围守魔鸟见此 目中闪过喜色 一张口下 喷出一股霞光将法盘吸进了腹中 随之带着这群魔晴向另一方向飞去了 一座山头上空 五只豹子般的魔兽 向下方喷吐着灰白色魔器 在山头上空 一层黄蒙蒙光幕漂浮着 那些灰白魔器一击在上面 让光幕颤抖个不停 而在光幕下方 两名异族人各自手拿一件番旗 拼命摇晃着 用自身法力 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光幕 明显危在旦夕了 另一处宽阔之地 艳姓老者和白面青年 化作两道顿光 正拼命飞顿着 在他们后面 一团碧绿色怪云 和一道黑色飓风 气势汹汹地紧追不放 眼见两者越追越近 艳姓老者心中暗暗叫苦 一咬牙下 忽然单手一翻转 摸出一张有些破旧的金色符露 口中念念有词下 将其一扬祭出 轰的一声巨响下 漠然一团刺目金光 仿佛骄阳般的浮现出 第六六一转下 金光所过之处 所有魔器纷纷溃散消退 声势惊人之极 后面的绿云和黑风剑� 也不由得顿速为之一顿 但是片刻后 金光就消失殆尽 而原本身处前方的老者 和白面青年 却踪影全无了 同样的情形 数日之内 在整个魔晶山脉外围 到处上演着 大半进来的一族人 纷纷地陨落在魔兽口中 只有寥寥七八人 保住了性命 这些能从魔兽口中存活下来之人 自然不是等闲之辈 一察觉山脉深处的魔兽 出现在外围的异常 也立刻转名为暗 变得十分小心起来 那些魔兽得到了不分 异族人的追踪法盘后 也撒网般在山脉外围四下搜查起来 但诡异的是 无论残留的异族 还是那些魔兽 丝毫无法追查到 知仙的任何踪迹 而这时 韩力等人经过几天的跋涉后 终于安然地接近了目标区域 第1628章 意外来客 韩力站立在一座小山峰顶处 眺望着远处的一片山脉 双目微眯着 这里就是你所说的地方 看起来不怎么起眼 将目光一收后 他冲一旁的仙仙问道 也就是如此 他才会选中此处的 岳兄 下边的路程不需要你带领了 你就先在附近休息一二吧 我和韩前辈 要先过去一趟 少则半日 多则三四日就会回来的 若是真的过期没回 道友就不要管我们 自行离去就行了 仙仙冲岳宗韩孝说道 既然仙仙子如此说了 岳某也就偷懒了 岳宗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后一抱拳 朝附近的另一座小山飞去 最终一闪的陌路山峰中 韩前辈 我们走吧 仙仙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凝重了下来 韩丽点点头 二话不说的顿光一起 向前边那处山脉飞去 一进入山脉中 原本一直待在 金族女子尖头上的 那只魔烟鸟 立刻双翅一动地冲天而起 在附近空中一个盘旋后 朝某一方向鸡舍而走 韩丽二人悄然地跟在后面了 山脉中大小山风 重重叠叠 连绵一气 二人跟着黑色小鸟 一口气飞进去数千里之遥 当面前出现 一座看似普通的山峰时 魔烟鸟双翅一收 口中发出清明之声的盘旋不前了 仙仙双目一亮 欣喜地说道 已经找到入口了 随后此女一催顿光 几个闪动后 就漠然到了山峰附近 并围着此山峰 飞快转了几圈 最终在山腰某处停了下来 并现出身形 宁神打亮着什么 韩丽清光一起 同样到了此女一旁 并顺着其目光望去 只见眼前是一块 看似普通的峭壁 百余杖之高 灰白光滑 除了一些黑气 漂浮在附近外 并无其他一处 不过韩丽目中 蓝芒微微一闪 神色动容了一下 似乎看出了些什么 这时 仙仙雀口中一声低鸣 原本在空中盘旋的魔烟鸟 却一冲而下 弩屎般地射向峭壁 扑斥一声闷响 看似坚硬之极的石壁 在和魔烟鸟接触的一瞬间 竟荡漾起一圈圈的波纹 接着表面略意模糊 化为一层死气沉沉的 浓稠黑雾 整块峭壁 竟是一个巨洞的入口 魔烟鸟似乎不受黑雾阻挡 一下没进了其中 前辈稍后 我先查看下里面的动静再说 先先谨慎地说道 随之在空中盘膝坐下 两手掐绝地闭上了双目 他的一缕星神 已经附在了魔烟鸟身上 现在要做的 只是操纵此鸟 探查下里面的情形再说 韩丽则目光闪动地站在一旁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足足一顿饭功夫过后 一声鸣叫 魔烟鸟从黑雾中一冲而出 一个盘旋地落在了鲜鲜的肩头上 此女也在此时睁开了双目 还好 那只圣街魔兽 仍然在里面沉睡不醒 正是下手的最佳时机 我让魔烟鸟给前辈带路 直接到那圣街魔兽处就可了 不过里面的魔气凶猛异常 其实以韩前辈的魔攻 也无法坚持多久的 最好不要惊醒此兽 直接用霹雳手段 将其一举灭杀最好了 仙仙正色地说道 随后手指冲空中一点 那只黑色小鸟 立刻通灵地再次飞入黑雾中 仙仙子放心 韩某知道如何做的 仙子没有魔攻护体 就在此地等我出来吧 韩丽盯着眼前 女子一会儿 才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随即两手掐绝 突然身上金光灿灿 并浮现一层薄薄鳞片来 身形一动 她化为一道惊鸿的 顿入到了黑雾中 一见韩丽贞进入了黑雾中 女子嘴角的笑容收敛起来 并露出了沉吟之色来 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行动了 突然一团清光 从金族女子身上一飞而出 一个闪动后 化为了一只拳头大的麒麟虚影 并一回身地冲女子说道 再等一下 不管她能不能真击杀 那头圣奸魔兽 只要交起手来 才是我们进入真灵之学的 最佳时机 仙仙摇了摇头 说道 怎么 你对她的忌惮不小啊 麒麟虚影 黑黑一笑 这一路上走来 她的神通有多大 你在我体内 也不是没看见过 就连上族九阶的魔兽 都不能在其手中 支撑一时半刻 若真和此人争斗起来 我可一点胜算把握 都没有的 而那只圣奸魔兽 我没有猜错的话 虽然仍在沉睡中 但肯定会事先在住处 做些防范的 想要轻易接近 估计不太可能的 我们也只有 趁他们争斗的时候 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打开真灵之学 先先冷静地说道 你说的道也有些道理 那就多等片刻吧 麒麟虚影歪着脖子 想了想 点了点头 就在同一时间 在山脉外边 岳宗在一座山峰的 一个新开辟洞窟中 闭目打坐着 忽然他感应到了什么 漠然脸色一变的手掌一番 那个装着怪虫的盒子 一下出现在了手中 酷似残虫的怪虫 在盖子一被打开后 就立刻发疯般地 摇头狂鸣起来 岳宗倒吸了一口凉气 几乎想也不想地纵身一跃 化为一道白红地冲出了洞窟 但是他身形方意出现在外面 脸色一下变得难看之极了 在他面前 赫然漂浮着一名 一身银甲 面色目然的男子 竟是那名在阁楼中和 他们起过冲突的 龟姓一族人 原来是前辈在此 我以为是其他魔兽 出现此地的 前辈找晚辈 有什么事情吗 岳宗心中一沉 但勉强一笑道 龟姓男子冷冷地望着岳宗 半场没有说话 最后才毫无感情地问了一句 其他人呢 什么其他人 此地只有晚辈一人 岳宗还算镇定地回道 是吗 这样的话 你可以上路了 龟姓男子听到这话 脸上血光一闪 浮现出一股煞气来 岳宗面色一变 突然手中盒子 劈手往对面一抛 接着袖中灵光一闪 数十张颜色各异的 俘虏暴射而出 又一张口下 一面白色玉牌喷了出去 怪虫从盒中积射而出 化为了杖许大小 仿佛怪蛇般 一下缠向龟姓男子 数十张浮路 则瞬间化为 葛色光团爆裂开来 而那块玉牌 则砰的一声后 化为一团白色迷雾 母许大小 将龟姓男子 照在了旗下 而岳宗本人 足下白光一闪 多出一对法轮 只是一晃之下 就默然在原地消失 出现在了迷雾外 石蛇杖处 然后顿光一起 就要化为一道白红 击射而走 龟姓男子见此 冷笑了一声 只见其默然一拍 自己天灵盖 身形略意模糊下 竟幻化出 三个一般无二的分身来 其中一个分身 两臂一台 忽然化为一对血色鬼手 食指尖尖 黑气缠绕 一把就将扑到 镜前的巨虫双手掐住了 一用力下 食指仿佛利刃般地 将怪虫撕成了数截 另一个分身 则猛然一脸大嘴 用力一喷 顿时一股血色光霞 狂涌而出 一下将随后 击视而来的各色光球 卷入其中 在一席下 血光闪动间 这些光球 就被此分身一股脑地 吞进了腹中 甚至连附近的白雾 都被吸进去了一小半 最后一名分身 则双目狼芒一闪 突然身形移动 一下化为一条银色蛟龙 击视而出 只是一个闪动 银胶就顺一般地出现在了 月宗所化顿光的上空 尾巴一摆 两只巨爪就气势汹汹地 一抓而下 月宗面色苍白 但自然不会束手待毙 身上轰鸣声一响 竟然体内击视而出 两口白骨飞剑 这飞剑表面电光闪动 看起来颇为不凡 交叉一展下 迎向了闻龙的两只巨爪 咔嚓一声 两只骨剑 虽然让巨爪为之一顿 挡了下来 但是本身 却在距离之下 齐齐地折成两截 趁此机会 月宗张口 喷出一团精血 照向了足下的两只法轮 打算施展什么 顿数逃之夭夭的样子 但迎娇双目寒光一闪 只是一张口 一颗血红珠子 发出清明之音的喷了出来 珠子滴溜溜一转下 突然放出大片黑红血光 一闪即逝下 就出其不意地 将下方的月宗照在里面 一声惨叫后 月宗蜡烛般地 化为一团血水 被银娇一口吞进了腹中 随后 银娇一个盘旋激射而回 另外两个分身 也腾空而起 迎了上来 只见幻影闪动 三个分身 瞬间和三为一 重新化为了 那名归姓男子 只是他面色阴沉 目光闪动地 在思量着什么 这几人竟然出现在了此地 难道也是冲那东西来的 可是那物所在 应该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除非是和自己一般 是 不管是什么来历之人 那东西只有本尊 才有资格得到 谁当我前面 我就吞了谁 男子低声自语了两句 目中全是凶光闪动 但下一刻 他突然一扭手 力声冲某方向喝道 是谁在那里 给我滚出来 但是旁边静悄悄地 并未有任何人影出现 男子面上凝色一闪 猛然手一抬 一口银色飞刀击射而出 只见荧光一闪 一片刀影 瞬间将那处虚空 全照在了下面 第1629章 各成星机 但是刀影往下一落 合拢一触后 那边虚空仍然空荡荡的 丝毫一样都没有 归姓男子面露一丝意外 目光疑惑地闪动两下后 但细想了片刻后 最终鼻中发出一声冷哼 单手冲远处虚空一招 那口飞刀 就立刻化为一道银芒的鸡舍而回 一闪后 就没入其袖中 不见了踪影 接着男子二话不说的血光一起 化为一道血红的破空而走 转眼间 此地寂静起来 除了徐徐吹过的一些微风外 再无任何声响了 足足一顿饭功夫后 高空中淡淡荧光一闪 一个小巧人影 现身而出 此人两耳尖尖 面容娇媚 正是那名叫九夜的人形魔兽 他盯着天空中 归信男子消失方向 戴眉紧皱 伴上后才难难地自语道 这人是谁 虽然不是斩杀少主之人 但是神通也实在了得 要不是事先使用秘术 将气息挪换到了另一处地方 恐怕还真无法瞒过此人耳目的 不行 这些外来人都如此棘手 不是我一人可以看住的 必须请求些援兵来才行 说完此话 此女当即单手往尾巴上一抓 竟抓下了一小搓绒毛来 口中念念有此几句 然后再一扬 顿时这些绒毛扑齿声大作 化为无数道纤细银芒 朝天空中破空射去了 只见荧光闪动几下后 他们就消失在天空尽头处了 而此女见到此幕后 才神色一松 但又望了韩丽和归姓男子等人 消失的山脉方向几眼 略一迟疑后 轻叹了口气 她单手一掐绝 身形在荧光中再次模糊起来 最终化为了无有 韩丽跟着那只摩烟鸟 徐徐地在浓浓黑雾中走着 尽管此鸟不时有些焦急地 发出几声低污 似乎在催促她的样子 但韩丽视若无睹 仍是一副从容之极的模样 见她这般模样 那摩烟鸟也没有办法 只好也放慢了飞行速度 配合她一点点地向前带路 虽然四周摩弃浓稠到了极点 伸手不见五指 给人一种 仿佛置身黄泉之地的可怕感觉 但韩丽身上金光闪动不停的同时 目中也蓝芒微闪 将附近情形 全都清清楚楚地一收眼中 此刻她置身于一个四方的巨大通道中 这通道长宽都有十余丈之巨 并且通道四壁圈都是一种 从未见识过的漆黑石头漆程 而那通道中的浓稠模器 正是从这种诡异石头中不断冒出 这让韩丽大感几分好奇起来 要不是心中忌惮 这些石壁上可能设有神妖不知道的禁止 她甚至刚进入通道中时 都想从石壁上敲下几块这种黑色石头 仔细研究一二 这条通道并不是唯一的一条 而是纵横变错 仿佛迷宫一般地遍布整个山腹中 并且越往前走 越深入地下的样子 就这般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当初魔眼鸟进去出来一趟 不过一顿饭功夫 而韩丽已经走了许久 仍没有走到尽头的样子 这让她瞅向此鸟的目光 渐渐有些韩丽起来 魔眼鸟仿佛也察觉到了 后面眼神的不善 在带着走过几个交叉路口 当韩丽思量 是不是自己该停下脚步时 忽然魔眼鸟在前面一个盘旋 不再前进了 韩丽心中一动 宁神向前望去 只见前面魔气 似于稀薄了许多 隐隐一个泛着白光的巨大出口 就在眼前的样子 韩丽神色一缓 深吸了一口气 忽然单手冲那魔眼鸟一招手 此鸟因为附有 仙仙慈女的一缕神念 自然通灵异常 见此情形 眨了眨双目 露出遗感之色 但略意犹豫后 仍老老实实地飞向韩丽 但是此鸟方 一飞紧韩丽头顶处 还为未来的急盘旋一圈时 漠然一条绣袍 冲空中一抖 一片灰色霞光闪电般射出 只是一闪下 就将丝毫防备 没有的黑色小鸟 卷入了其中 魔眼鸟自然大惊 甚至一张口下 想要发出什么声音来 但是霞光围着此鸟 滴溜溜一转下 根本没有任何声音 可以穿透原词神光而出 而这时 韩丽才从容至极的冲空中 虚空一点 只见指尖处青芒一闪 一个青色符纹 一闪即逝地 击在了无法动弹的魔眼鸟身上 此鸟通体轻芒一阵流转下 就瞬间在灰色霞光中 消失不见了 做完这一切后 韩丽才轻拍了下手掌 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不过当下一刻 她目光转向前方的通道出口后 神色又凝重了几分 她双目一眯后 突然一张口 顿时一团银烟飞了出来 但一个闪动后 就化为了一只银色火鸟 此火鸟围着韩丽 上下盘旋几圈后 就扑斥一声 没入一侧的墙壁中 不见了踪影 随后她又双袖一甩 七十二口金色小剑 也无声无息地击事而出 在韩丽口中 无声的催动法觉下 这些飞剑滴溜溜一转下 就化为漫天清廉的浮现在通道各处 但随即一闪 又纷纷泡影般的溃散消失了 做完这一切后 韩丽又沉吟了一下 手掌再一番 又有两张银色浮路往地上击事而出 在图中光芒一闪下 就化为两道淡金色影子 没入地下 正是两张甲圆符 因为要对付一名合体阶的魔兽 并且还不是那种合体出阶的存在 所以纵然此兽身负重伤 韩丽自然也不敢大意分毫的 为了此行 她特意事先专门练制了一些银科浮路 虽然练制这些浮路的材料珍惜之极 但是在云城这等超级大城中 只要有零食的话 自然还能再次凑齐的 做好一切事先难备好的后手 韩丽才目中寒光一闪 单手一动 一张紫色符露贴在自己身上 顿时光芒大放间 有一团紫雾弥漫散开 韩丽身形在银色符纹闪动下 漠然化为了无形 为了保险起见 她竟然还动用了太一化轻浮 随后韩丽身形一动后 虚空化的身躯 栩栩向出口处飘去了 她竟一副真要去斩杀那只圣洁魔兽的样子 大山外面 通道入口处 当韩丽出手一下 静止住那只魔眼鸟的同时 仙仙此女一声低呼 脸上漠然露出了意外之色来 出了何事 那只青色麒麟虚影一惊 盲抬手凝重地问道 我的魔眼鸟被那人制住了 金族女子倾吐一口气后 才神色不定地回道 什么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难道此人已经察觉什么了 麒麟瞳孔中金光一闪 问道 发现不太可能的 可能是此人形势一向谨慎 不想在自己对付那只圣洁魔兽时 还被我等时刻监视着吧 先先迟疑了一下 才不太肯定地说道 但这样的话 我们可就有些麻烦了 根本不知道她和此魔兽的争斗情况 无法掌握好准确时机的 麒麟虚影的尾巴一甩 目光一下阴沉起来 我自然知道此事 但现在也顾不得此事了 不管她现在有没有真和此魔兽动手 以及之后的情形如何 我们还是赶紧行动吧 就算她在神通广大 想灭杀一只圣洁魔兽 也绝对不是一时半可能解决的 足够我们打开真灵之穴了 金族女子一咬牙说道 也只能如此了 我们走吧 麒麟虚影也果断地点了点头 先先单手一翻转 手中多出一块三角令牌 黑有有的 一面印有一只黑麒麟的图案 另一面却印着几个淡银色符纹 可惜这件魔灵令了 我可是花费弱大功夫 才凑齐材料练制成的 其中还失败过好几次呢 单手一抚令牌表面 先先脸上浮现一丝可惜之色 这东西就算再珍贵 能和真灵之穴中的东西相比吗 也只有这东西的掩饰 你才不会被洞中摩弃排斥 可以轻易潜入深处的 而且现在有那寒小子 替你挡住那头圣街魔兽 纵然此时候发现什么不妥 也无法阻止你开麒麟学的 麒麟不加思索地说道 纵然如此 此物只用在掩饰气息上 也太大才小用了 而且还是一次性地消耗品 先先仍苦笑地说了一声 麒麟闻言 两眼一翻 想再说些什么时 金族女子却漠然神色一正 将手中另排住空中一抛 刹那间 黑色令牌在空中滴溜溜一转下 突然狂风大作 凭空刮起一股黑蒙蒙飓风来 此飓风妖异异常 一边在呼啸声中冲天而起 一边从飓风中心处 传出让人心惊的嘀吼声 隐隐一头巨兽暗藏其中的 先仙脸色一沉 一手不停插绝 另一手却手腕一抬 再一张口 一口青色小剑从口中喷出 微微一颤下 就化为一道 青光围着其手腕一绕 就在一闪地飞回了口中 顿时大量金血 从手腕伤口处一喷而出 去金族女子 口中一声嘀喝 流出的金血 瞬间凝聚一团 化为一颗拳头大雪球 直奔黑色飓风 击射而去 说也奇怪 此雪球一幕如飓风中后 不但里面的吼声 立刻嘎然而止 看似正要四下肆虐的黑风 也立刻渐渐变小起来 最终黑风一闪的溃散消失了 里面却现出一只 通体漆黑如墨 体长丈许的墨其林来 第1630章 偷袭 麒麟通体乌光闪动 体表略显模糊 却也是一个虚影而已 不过面对此虚影 少女却凝重异常 单手冲其虚空一点之下 一个个黑色符纹诡异现出 又纷纷没入墨其林中 不见了踪影 顿时原本看似凶神恶煞的墨其林 目中凶光减弱 最终身形一扑下 化为一团黑光击射而来 扑扑一声 少女和青色麒麟 全都被黑光笼罩其中 遮蔽得严严实实 嘿嘿 幸亏我还记得 当年这头墨其林的葬身之地 才能用它尸骨残留的一缕湿气 炼化出瓣来 因为你和我半生的关系 同样身具麒麟气息 否则以你现在的修为 非但驱动不了此宝 反而会遭到反噬的 青色麒麟低笑了两声 就是如此珍惜 我才舍不得此宝的 否则 以此宝卫能骑马 可以在关键时刻 救我一命的 金族女子苦笑了一声 不过说完此话 此女就不再迟疑什么了 身形一动 在黑光闪动中 也没入了魔器中 二人并不知道 就在她们才没入魔器中不久 突然从附近山腰处 飞起一块拳头大山石 灰白颜色 此时虽然不大 但是滴溜溜一转之下 漠然表面寸寸碎裂 化为一只金光灿灿的甲虫 只是一闪 就无声无息 飞入魔器通道中 同一时间 韩丽却走出了魔器通道 并悄然出现在一间大厅的入口处 正凝神地往里打量着 大厅成圆形 广大无比 直径足有百余杖之距 在大厅中心处 却有一个三十余杖的金色法阵 上面雕刻着一些青面獠牙 争名异常的妖魔图案 从这些图案中 喷吐着一股股的漆黑魔器 其往法阵中心处飘去 而此法阵中心处 另有一张血红色大床 上面 躺着一只体肠树杖的黑色巨猿 此圆獠牙壁露 四只奇肠 头生三根冲天怪脚 黄光闪闪 在胸膛上有一个紫色的伤口 普通人头颅般大小 甚至可以清楚看到 树根肋骨和一颗漆黑心脏 微微跳动个不停 可诡异的是 巨猿双目紧闭 体表乌光闪动下 将四周飞来魔器 徐徐吸进体内 而身下血红色大床 则有一层血雾翻滚 也不停往巨猿身上涌去 韩力站在门口 冷冷地注视着大厅的一切 并没有丝毫动手之意 此刻的他 身躯彻底处于虚化之中 就算近在咫尺之人 一般也难轻易发现其存在 不过面对一名 合体中阶左右的存在 韩力仍不敢肯定 太一化轻浮能真隐瞒过去 故而韩力保持现在的距离 一动不动 默默观察者眼前的一切 但洞府外面的金色甲虫 从山腰处飞出时 韩力神色微微移动 但目中寒光一闪后 就恢复如常了 当初进入此地前 他为了以防万一 神不知鬼不觉地 留了一只士金虫在外面 当然此虫 附有他一丝神念 并是吞噬古怪十吨过 产生变异的一只 说起来 这些变异的士金虫 从一开始发现 身体更加坚硬 分量其重的变化后 经过这几年的操纵研究 韩力又发现了 这种变异灵虫 多出的另外一种天赋异能 就是脸稀化石 这种便宜天赋 还是韩力在一次修炼自己 神念操纵技巧时 无意中发现的 这种士金虫 在没入土石之后 竟可以从体内 涌出一大股诡异的土灵力 能巧妙地和附近 土石化为一体 如此一来 除非是有心人明确知道 此虫确切隐藏之地 或者拥有专门修炼的灵木 可以直接看破 否则 就算本身神念再强大 只要此虫潜伏土石中不出 也无法发现异常的 也就因此 韩力才会如此轻易地 孤身深入大山底部 虽然因魔器阻隔原因 她无法通过士金虫 时刻知道金族女子的准确行动 但是通过神念的模糊感应 也知道对方 现在没有老实地留在外面 而是有了什么一些小动作 对于此事 韩力并未感到太过惊讶 此女一开始紧提出 用圣街魔兽材料 交换天外魔甲修复时 她就已经猜到 对方可能隐瞒了些什么 否则此女明显不是普通金族人存在 圣街魔兽材料纵然稀有 但去了魔盒之后 应该不值得对方如此大费心机的 甚至不惜将天外魔甲这等宝物相赠 后来 在进入魔金山脉后 他们一行数次遭遇极其危险之事 此女仍然没有流露出 丝毫放弃之意 韩力心中更是八九分肯定了 但对于此事 她心中没有什么恼怒反应 对于韩力来说 只要此女不损害其利益 真能按照事先所说用圣街魔盒 将天外魔甲修复好 即使有一些小动作 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当然这个利益真足够 让其动心的话 她也不介意插上一脚的 此女纵然有些神通 但秀为如此之低 韩力自问随时能够掌控全局的 现在 她站在大厅入口 足足观察了一盏茶功夫 终于确定 整间大厅除了那个法阵 和四周的十二根柱子外 再无任何禁止了 而眼前巨猿也确实身负重伤 并且深陷沉睡中的样子 这样一来的话 在金族女子图谋之事没有明朗前 她并不介意 先将眼前的圣街魔盒 拿到手中再说 只要不是硬碰硬的话 偷袭之下 她自问还能一击 必杀此魔兽的 韩力心中如此思量着 目中寒光一闪下 终于决定动手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后 两只袖袍一抖 一只手中青光一闪 十几颗青色圆珠浮现手中 另一只手中 却突然献出厚厚的一叠浮露来 同时往身前一抛 二者同时浮现在了韩力身前 接着韩力身上金光闪动 又一下飞出了 两只拳头大小的金色甲虫来 做完这一切后 韩力这才单手一掐绝 身躯一下从虚化中悄然还原 在此过程中 她眼也不眨地 注视着大厅中的黑色巨猿 此猿在那血色大床上 纹丝不动 根本没有任何异常反应 韩力神色微松 手指冲身前那叠浮露一点 顿时这些浮露 同时向大厅四周悄然飘去 然后银芒一闪下 在四面八方悄然消失 十几颗圆珠 也缓缓地飞向那些黑色柱子 但当飞到这些圆柱顶部 快接近巨大法阵时 青色圆珠却纷纷地戛然而止 就此悬浮在每一根柱子 数尺高地方不再移动了 两只诗金虫 也在其神念移动之下 鬼魅地潜到了理法阵 不过十余丈远处 虎视眈眈地悬浮在半空中 做完这一切后 韩力又瞅了黑色魔猿一眼 见其仍然没有动静 犹豫一下后 突然一只手冲大厅一脚中 虚空一招 灵光一闪 一只银色火鸟 在远处诡异地浮下出 双翅一展下 就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巨大法阵正上方的大厅顶部 银色火鸟无声无息地现身而出 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 韩力面色凝重异常 但是心中果断异常的神念一摧 银色火鸟在高空中一张口 一根金银细丝喷了出来 竟是灵旋斜光 金银细丝顿速奇快无比 几乎这边才一喷出口外 那边就已经一下到了下方法阵处 那巨大法阵 果然不是平白布置在此处 大厅中龙鸣声一响 突然一层血色光照 凭空浮现在法阵上空 将下方巨猿遮蔽得严严实实 但是金银细丝一接触此光照 却视若无误地 直接洞窜而过 一闪下 就诡异地出现在了巨猿头颅上 一闪即逝 灵旋斜光 就要直接洞穿硕大的头颅而过 眼见这种真要一击得手的情景 远处的寒历 也一下平住了呼吸 当的一声 巨猿原本看似空无一物的身躯上 漠然全身覆盖上一层 严严实实的紫色战甲 金银细丝一击在和巨猿面容 一般无二的面甲上 被一颤的反抬而开 发出了金属碰撞般的诡异声响 远处的寒历剑词 脸色大变下 当即毫不犹豫地不再掩饰什么 身上金光一闪下 头顶顿时浮现出一个 三头六臂的金色法相来 他心中默默念念有词之下 三头中的两手双目一针 露出森然的神光来 六条手臂同时往空中一挥 再凉凉一合 金灿灿大手中 颜色各亦光芒一闪 多出了三口有些模糊的巨剑来 三口大剑虽然造型古朴 表面均有符纹闪动流转 但是样颜色均都不同 一口薄如纸片 金光闪闪 一口狭窄其长 青光灿灿 最后一口倒是其后无风 漆黑如墨 斩 韩丽几乎用低不可闻的声音 森然地吐到 同时双手一掐绝 同时冲远处一点 扑扑 扑三圣 三道不同颜色见光一斩而出 又瞬间合一 化为一道三色流光 奔黑色巨猿飞斩而去 而几乎同一时间 那几十颗遍布黑色柱子上的青色圆珠 抢先往下一落 青光一闪下 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爆裂开来 雷鸣声大作 沙纳间 不但十二根黑色柱子 在雷电之力下倒塌碎裂 整座法阵也被青色电弧淹没在了其中 光照和电光一接触下 紫光青弧挤压一起 而紫色光照 几乎立刻发出一声哀鸣的破裂开来 无数道青色电弧起往下方狠狠劈去 同时 早已等候好一会儿的两只试金虫 和三色见光同时击射而至 一闪的趁虚而入